农村小哥剪石头 今天来切一个玛瑙石啊 这个石头看外表的话 手镯位还是有的 出手镯最主要就是看裂纹 没有裂的话 它一般都可以出手镯 这里有一个破口很明显啊 这里有一条那种长丝纹的 一条玛瑙纹 很多丝状的感觉啊 然后从外表来看 它这个石皮啊是有表现的 这种弯来弯去的 这种就是玛瑙纹的表现啊 一个白皮的料子啊 外表打灯 它是没有透光的啊 切开不知道里面 能不能出现惊喜啊 好我们给它来上一刀 石头刚把它切开了 我们来打开感受一下 玩石头的那种乐趣啊 来那位刚才一刀下去 没时的瞬间啊 哇塞 太不给力了 中间出现了一条很大的猎啊 都快要自己掉开了 我们直接给它磕一下吧 嗯还掉不了 但是这个猎啊已经很明显了 这边你看 隐隐的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物件啊 也不觉得是啥 这边就没看到有 应该是这一坨皮这里啊 剩进来的 这个料子有点忽悠人啊 刚才看外表 这个玛瑙的条纹 还是很明显哦 切进来这一圈 它基本上没有 这个料没有出现花纹 也没有出现图案 看来又是只能沦为打猪子了 因为玛瑙不管你是怎么样 你给它打一些猪子 它看起来透透的 还是可以的 好 每天一定分享美食啊 感谢你的收看小哥的视频了